好像不好意思 前一晚才宣布请辞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龄 终于现身立法院 嗯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是啊 谁会有这些照片 诶 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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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 我说是谁 那个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地方海船出就是说还有喂爆弹吗 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买一头雾水的 照片拿来的赵天龄不知道 就怕造成的伤害无限扩大 赵天龄及时止血不再连任立委 强调自己绝无泄密 不是亲中立委 欢迎各界调查 国安调查 我都非常愿意接受 因为我觉得我是无懈可及的 但我很愿意约马文军委员一起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这么做 当然了 我觉得我退选的高标准 我并不认为马文军委员他愿意做到 但他如果愿意做到的话 我会给他拍拍手 至于绯闻对象 中国女子张琴 赵天龄 三间其告知强调绝无不法 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做了一件 实在不应该发生的感情的事情 那个过程当中的这些部分 我实在都觉得实在是很抱歉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特权 也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 也没有造成任何的果干的情况 事实上互动的那段时间 根本跟我在国防委员会是完全没有重叠的 那从资料状态也看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就用退选这件事情来表达 我对这件事情的负责 那第一个退选吗 我没有 我想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让桃色飞纹 无限上纲成为绿营2024选战破口 赵天龄退出选举 用自己退选换绿营直写 进行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